卓西乡一名男子日前外出到朋友家喝酒 徒步返家时 途中因为不胜酒力 就倒卧在道路上睡着了 适逢中平派出所的执行 援警巡逻勿 经过部落发现了 援警为了避免他发生意外 赶快下车关心协助 也把他平安送回家 卓西乡一名男子之前外出到朋友家饮酒 徒步回家的时候 途中因为不胜酒力 走着走着就倒卧在道路上呼呼大睡起来 适逢中平派出所执行巡逻勿 经过部落赫兰发现 援警为了要防止危害发生 立即下车关心协助 并将男子平安护送回家休息 班局长程魏文提醒民众 夜间应该要着亮色衣服 以提高辨识度 也呼吁饮酒要适量 不要酒后驾驶动力交通工具 以及慢车 酒后请找代驾 或者是搭乘计乘车回家 千万不要拖着无力的身躯 自行返家 除了危害自己的生命身体之外 也会影响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记者高双双 左西乡彩虹报道